你也可以修给人家说这是我做的 感觉就不一样了 否则的话你18周其实说真的 还蛮长的时间 而且这方面的需求应该会越来越大才对 因为App现在每次这个智慧型手机 已经成为每个人必备 应该是必备的 而且你发现现在应该没有人在拿什么 早期那种什么 智障手机 你一拿出来真的会 这次会让他觉得 像我像我的表妹啊他小我 像我蛮多岁的 就他前一阵真的就是坚持不用 智慧型手机 就有一天呢他说他去台北武车站 看到一个阿伯看到他在用那个 传统手机 就笑他 那阿伯已经用那个 智慧型手机了 就他在用那个传统手机 就因为这样子 他前几天就赶快去 办了一个智慧型手机 然后他现在好像 办一支什么华硕那支 有没有 而且绑约好像也没多少钱吗 他售价是4000多块 然后绑约下去他也是绑很低的吧 顶多是花了1000多块 就有一支 5寸的那个 手机 而且那支用起来我是觉得还蛮顺的 所以 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趋势了 而且 甚至像这样的人他都一支5寸的了 对不对 更不要说 很多身边的人都不止一支智慧型手机吧 对不对 而且还有平板 以后的话还有电视 像我家里也是 电视本身就有Android 然后我之后我又买一个那个智慧 智慧盒 对 几乎全部的 都跟这个有衔接 而且下来 这一 今年的那个Google IO大会里面的重点是说 他不是在智慧手机 而是在跟 其他装置 像比较 比较比较 就是比较像手机 那个那个电话 就是那个Android的Watch 有没有 还有就是说其他像 之前也热过了像什么那个Google Glass 有没有 那一个在在美国也上市了也卖到缺货 另外还有什么无人驾驶车之类的 反正这些噱头 都跟 硬体 现在 有关系 可是将来一定还是需要很多软体 这些软体的话慢慢 从游戏 从一些 就是一些 一般性的软体 慢慢可能会再走向就是那个商用的部分 商用部分这一块 也许没有那么